在我的生活中实现繁荣,成功和幸福的生命法则,我的第一步。 你好,欢迎来到全面历史,你的历史和文化频道。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耳机。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我对我的生活中实现繁荣,成功和幸福的生命法则,我的第一步的思考。 你可以在走路,运动,坐地铁,坐公交车时听,或者只是坐下来,闭上眼睛,冥想或享受内容。 重要提示,这段视频是在黑屏下编辑的,这样万一你想用它作为冥想的手段,你可以完全在黑暗中进行。 我明白你即将听到的内容是复杂的,但它是为了帮助你,瞥见你的生活或人生发展的新视角。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听很多遍,这样你就能掌握信息的深度和本质。 在这篇学术严谨的论文中,你将学习如何通过你自己的心理投射,在你作为主角的智慧旅程中,开始你的成功、繁荣和幸福之路。 为了使之成为可能,你首先要准备好你的头脑,使之能够承担深入、持久和全面的学习,使你的大脑能够发挥最大的理解潜力。 通过这个可视化的旅程,你将进入你的潜意识,通过审视自我和你目前的情况,发展必要的条件,达到最大的学习状态,超越成你想成为的成功、丰富和快乐的人。 要开始你自己的内心之旅,你是其中的主角,你必须明白,你的大脑不会区分想象中的事件和真实的事件,你即将经历的将是你的真实经历。 你是建设者,是策划者,是魔术师,是天才,是创造者。 要明白,如果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些东西,你的大脑就会假设你确实经历过你所想象的东西。 这就是你创造新的神经互联的储存方式,使你的神经网络越来越复杂。 这最终是关于你自己的自我,你的概念和已知和代知的宇宙的范围。 让我们开始吧。 冷静下来,细口气,把你周围的压力和问题放在一边,放松,仔细听。 首先,考虑到今天不是你生命中的另一天或少一天,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或你想如何计算。 它,你的生命是一个,它是为了生命,它是你一个人的,它不过是你一生中所有日子的总和。 请允许我从现在开始尽可能以第一人称说话,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思考只为你而设。 因此,我不再不确定地问自己,以一种外在的距离问自己,我的一天会怎样。 好吧,我今天,明天和每一天都会如我所愿,因为我在控制我的生活,我是其中的主角,因为我的生活是我的。 它是如此地属于我,事实上它是生活中唯一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因此,我没有必要对任何人或是感到失望,压迫或被贬低。 我想说明的是,我在这次反思中,要专门提到从物质中,从世俗中,从那些我们认为重要但无法与真正重要的东西相比的悲伤,因为唯一重要的是生命。 根据不爱修斯的说法,想要记住自己的轻盈的人,而我澄清轻盈这个词的意义是指没有什么。 分量的事情,只从不稳定中衍生出来的行动,这些行动使我们很容易改变我们的想法。 由于对重要和基本的事情有脆弱的支柱支持,最后产生我们错误地把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 好吧,不爱修说,想记住自己的轻盈的人,就会明白快乐的可悲结果。 如果他们能提供幸福,没有什么能阻止野兽得到祝福。 引用完毕。 因此,来自物质或概念的东西的悲伤和痛苦,作为我们头脑中的人为构造,并不是自然的东西,因为它是对感觉快乐、幸福、感激生命的自然状态的改变。 我明白,悲伤是不自然的,因为如果一种感情被理解为能够影响,改变其他东西的品质,的东西,例如白色,无论数量多少,它都会改变黑色,热也会改变冷,极度会改变爱,等等。 因此,感受悲伤、失望、不幸和其他忧伤的行为,是对我幸福的自然状态的改变。 因为我,作为人的本性是倾向于美好事物的无限性,也就是说,我倾向于无限的幸福。 因此,悲伤和灰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它改变了或改变了我自然的幸福状态。 但不要忘,即,这种消极状态是我内心深处决定这样感受的结果,因为我明白,我真正需要和渴求的是成功、健康、繁荣和生活的快乐。 按照这个参数,人类被理解为一个在渴求了解,了解越来越多的过程中趋向于无限的存在,因为它知道的越多,就越想知道。 我明白,我越了解幸福,就越想得到它,我越了解成功,就越想得到它,我越了解善,就越想寻求它,就像所有那些我作为人类天生就有的东西一样,因为没有人喜欢他不知道的东西。 就这样,我立即明白,实现繁荣、成功、幸福的第一步是意识到我知道我知道,不是学术或正式的术语概念,而是像我打算实现的那种感觉。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以一种自然、简单、自动的方式,我推断出成功和幸福都是人类的自然条件。 事实证明,微笑比皱眉头更健康,更容易,尽管在我们的存在中,由不良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拖累的习惯,确实是消极的关键,成为一种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是严重的。 就像一个已经成为习惯的不正确的坐姿会影响脊柱一样,或者一个拿乐器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比正确的方法简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会妨碍我们实现乐器本身的最大性能,以及用它演奏的音乐作品的卓越性,因为正确的方法总是最简单的,无疑会引导我从平庸走向崇高。 因此,如果正确的东西是没有错误或缺陷的东西,那么我接受以少胜多是不对的,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接受,我是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健康,充满成功,充满繁荣和充满幸福的存在。 因,为它是如此,因为我想如此,因为它必须如此,因为它对我来说是自然的。 我不会成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的坏习惯的果实,这些坏习惯会在我身上产生,如果它们已经这样做了,就会产生一种不满意的感觉,这种感觉隐藏在满足于比我应得的少的外表下。 因此,我设想,无论我现在的情况如何,我都可以拥有繁荣、幸福和丰收,我可以享受健康和体魄,我可以拥有我想要的幸福生活,因为我值得拥有。 而就在这时,我问自己,怎么会是我应得的,我应该得到我应得的吗? 而我回答自己,我不应该得到我试图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不应该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也不应该得到我所做的努力, 因为功德的大小在于我的行为,我的行动,我的行为的强度,以这样一种方式,当我能够转换意图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在应得的行为中,我应得我应得的东西,那么这将是我应得我应得的东西的时刻,因为应得的行为或在行为中而不是在潜在中应得,假定有一个行动, 而这个行动将对应于一个与该行为同等强度和力度的反应。 在这个意义上,我能够上升到我认识到,除了通过我的行为应得之外,我还通过应得的原则,应得。 因此,正如我通过行使语言的能力说话一样,我通过行使我的良好品德和良好习惯的能力应得, 这将最终成为有影响的良好行为,我的应得与我的行为是同样大小的。 因此,相信,感觉,生活和行动都是你应得的。 而在这个时候,我考虑想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好房子,我的符合我心意的,一个我详细想象的房子。 那么,如果我现在认为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并且我把它想象出来呢,没有恐惧,没有阻碍,大的或豪华的障碍。 因为那个房子是我真正值得拥有的。 如果有人问你,你喜欢哪辆车? 自动的,你的想象力已经到达你的智慧的现实感知的果实,会立即呈现给你这辆车。 事实上,你已经看到它了,它已经在你的头脑中成形了,你已经有了它。 注意到从外面看,汽车物质已经成为你体内物质的一部分。 就是现在,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 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正在想象它。 我在想象它,我看到颜色,我看到内饰,我看到自己在方向盘前,我闻到了新车的味道。 我的新车,现在我毫无感情和恐惧地意识到,这辆车是我应得的,我驾驶它,因为这辆车是我的。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主人,成为你自己信任的向导,但要做到这一点,你一定要掌握自己命运的缰绳,大胆而坚定地引导自己走向你打算到达的地方。 我的旅程已经开始了,我的现在被我改造了,我有一把它改变为道路尽头的开始,因为我意,时到,以我迄今为止所做的,让事情不受控制地流动,结果是被困住的感觉,无路可逃。 此外,以这种方式,除非我自己努力,否则什么都不会出现,除非我行使我的自由意志来获得控制权,否则什么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我的干预,这些东西不会自行改善,因为它们缺乏适当的运动,无法移动到我想要它们去的地方,因为我意识到运动,流动,路径是由我给予和指导的。 我领导,我知道,我是我命运的建设者,因为我与生命的法则和派能够改变我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因为只有我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也明白,否则,岁月会过得太快,最后只留下我目前的状况。 而由于不作为,不干预,不控制,可能我的状况会变得更糟。 思想的结果是没有限制或界限的,无论是好是坏。 但是,我怎样才能与生命的法则和派,我怎样才能让一切都顺畅起来。 我首先要做的是了解这些法则,然后将外在的现实传递给我的内在,按照我的喜好改变它,以我的方式塑造它,然后看它们被我塑造后如何回到外在。 我现在的现实是我过去行为的果实和后果,我知道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很痛苦,但是当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即使对我来说很痛苦,它曾经是它发生过,它不再是接受它使我在自己面前谦卑地认识到,我是所有后果的原因没有羞愧。 同样就未来而言,我现在,在我的现在,是我未来后果的原因,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我,知道它,而且因为我知道它,我明白我的未来的主人是我,没有其他人,没有人或来自外部的任何东西可以像我一样干预我的内心,因为我是我是谁,我也是我想成为的人。 同样,根据同一原则,我想成为谁,也是我,而我要通过生命的法则,向自己证明这一点,因为现在我明白,学习就是发现我已经知道的东西。 第一定律,心灵学的规律,是基于对万物皆新的肯定,宇宙是来自高人一等的心灵的创造。 根据这一法则,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那颗心的创造,它以物理形式表现出来,有好有坏的事件,都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 但让我们只关注从人的角度看宇宙,也就是由内而外的宇宙。 让我们来看看,四万年前,人类的宇宙是什么? 当它们在山洞里作画时,它们的世界仅限于动物,狩猎形,洞,我们谈论的是二十,也许是三十公里的空间,它们能够覆盖,这充其量是全部。 让我们再举个例子。 一只宠物,一直在我们家里,自由生活的兔子,我们喂养它,爱护它,宠爱它,我们知道,在野外,在保护环境中生活后,它的生命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对那只兔子来说,房子的空间,家具,它的藏身之处,是整个宇宙的存在,在房子的入口门外,什么都没有。 指的是空间的宇宙,是简单的理解,也以同样的方式延伸到作为空间的周遭宇宙或空间。 让我们来看看,我对宇宙的概念是什么? 是学校,新闻,好不忘远镜或詹姆斯网络上交给我,就这些吗? 它还不到能看到的东西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只有眼睛能看到的东西。 那,不可能是宇宙,那只是我眼睛能看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知识取决于感性认识,我们形成的观念来自于我们通过感官的经验, 那么感性认,时,即从我的感官发出的,就是我内化的。 如果我把宇宙内化在我体内,我完全可以假定,宇宙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是宇宙的一部分一样。 因为所有那些作为部分和整体被分成的成分都是它的后续。 因此宇宙就是我,我也是我。 这就解释了心智法则。 根据这一法则,我们所经历的是那个更高的心智的创造。 它以物理形去表达自己,有好的和坏的行为产生于我们自己。 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定律,相应的法律。 相应法则通过以下前提体现出来。 上面的事和下面的事一样。 因此,生命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心灵层面和精神层面。 因此,外部世界是我们内在感受的投射。 上面是下面,所以下面是上面,外面是里面,所以里面是外面。 外部世界是内部世界,正如内部世界是外部世界。 内容有容器的形式,水没有形式,但瓶子里的水有瓶子的形式。 由于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某物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容器和内容。 因为如果水在湖里,水的本质不会改变,但形式确实根据容器而改变,就像外表。 环境适应包含它们的人的内部一样,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的物质,我作为一个容器是存在的模式,作为存在,使我成为我,而不是别的东西。 它是不活跃的,我是这样的。 但尽管如此,形式是活跃的,因此我的内部是给予外部形式的东西,我可以塑造它。 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大陆可以改变大陆的形式,因为大陆就是我。 因此,通过使外部接受的形式发生变化,使我能够设法改变外部的方式。 因为这种变化假定是另一个,作为我中的另一个,因为要塑造外部,我首先必须塑造内部,它将以我的形式,以我的形象和样式。 因此,我现在明白,外部世界确实是我们内在感受的投射。 下一个法律,振动的规律,振动定律的基础是没有什么是静止的这句名言。 这法则与吸引力法则相辅相成,因为两者都是基于一般频率的积极思想或振动。 因此,当我们积极振动,控制我们的思想向我们生活中想要的东西发展时,我们将获得机会,使我们能够向我们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看看这条法律意味着什么,一切都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变化,还是像巴门尼德所说的那样,变化只是感官的幻觉。 在亚历士多德看来,变化不是单纯的外观或幻觉,而是实际存在的。 为了解释这一点,亚历士多德求助于行为和效力的形而上学原则。 根据亚历士多德的观点,所有的变化都涉及从效力到行为的过程。 而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 行为意味着已经实现,也就是说,一个生命在某一时刻已经是这样的。 例如,一粒种子在行,胃上是一粒种子,在效力上可以成为一棵树, 一个孩子在行为上是一个孩子,但在效力上可以成为一个人。 效力是指在那一刻不是,但可以成为的东西。 换句话说,效力是一种简单的可能性, 即某物成为另一种东西或发生一种变化,无论它多么简单。 权力与众生的本质有关,例如,狗没有飞翔的能力, 人没有每小时跑两百公里以上的能力, 一个人的本性限制了他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我现在有能力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东西, 当然是在我作为人的本质的范围内, 我可能想成为一只鸡,但我没有鸡的本质。 因此,我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不能改变它, 但就我作为人的本质而言, 我有能力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东西。 这意味着我现在处于我现在的行为中, 但我处于我想成为或成为的无限可能的潜在范围中, 当我说可能的可能性时, 它意味着某些东西有可能的事实是可能的。 因此,如果振动定律是基于这句著名的话, 没有什么是不动的, 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不断运动。 我不能做的事保持不动的接受我现在和现在拥有的行为, 知道在效力中我是富有的、快乐的和成功的, 因为缺乏从效力到行为的必要运动。 下一个法律 急性法则 急性定律解释说,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一对对立面, 任何事物都是双重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极, 像和不像都是一样的, 对立面是相同的, 但程度不同,极端相处。 理解这一法则的一个例, 此事,除非知道悲伤和不快乐是什么样子, 否则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快乐和幸福。 如果你不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 就无法体验到光明。 要感到成功, 你必须对失败有一个概念。 因此, 一种情况的经验意味着对其相反情况的了解。 在这个意义上, 我可以说有善, 也有作为其反面的恶,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二元性将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然而, 如果我假设恶只不过是善的缺失, 我不是否认邪恶, 我只是打开可能性, 理解我今天所经历的贫穷, 悲伤或不快乐的环境是缺乏善的产物。 谁把自己的胃口转向邪恶, 是因为人类的某个自然原则出现了某种腐败或混乱。 因此, 本质上趋向于无限的我将趋向于充实, 而充实是在最大数量的善, 而不是在它的缺失, 因为我的理性告诉我, 我渴望善, 回避恶, 的确, 如果我是宇宙, 因为我是它的一部分, 而宇宙在其本质上是善的, 因为宇宙中存在的一切是最高善的果实, 它因其存在的事实而是, 它作为善的东西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明白, 二元性包括通过我的行为为自己和他人选择, 最好的利益, 无论是在行为中还是在潜力中, 以便有可能用充实而不是缺失来充实自己, 这样, 即使在我的存在向我希望成为的存在转变的运动中, 我也不会被相反的极端所阻止。 下一个法律, 节奏的规律, 节奏法则, 根据这一法则, 一切都在起伏之中, 有些事情是起伏不定的, 因为当我们运用上述法则时, 一切都在正确的时间到来。 一切都有起有伏, 一切都有进有退, 一切都有升有降, 一切都像中摆一样运动, 它向右运动的尺度与它向左运动的尺度是一样的, 节奏是它的补偿。 星系, 行星, 季节, 潮汐, 心跳, 呼吸, 思想, 意识的运动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是持久的, 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然而一切都迟早要回到自己的位置, 按照自己的节, 我的自然状态是幸福的状态, 我的自然状态是富足的状态, 因为宇宙中充斥着富足。 如果我能够适应变化, 找到自己的节奏, 与周围一切事物的节奏相协调, 那么我就会像水衣一样, 流动并适应它所流经的风景, 而不失去它的特性和力量。 我无法抗拒节奏的法则, 也无法改变周期, 但我可以学会与它一起流动, 在我的存在与我周, 围的自然界的这种和谐流动中理解, 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时间, 一切都在正确的时刻到来。 我的时刻现在, 而且永远是现在, 因为将要到来的东西总是有一个开始, 只取决于我, 这个开始是现在。 下一个法律, 因果律。 因果律是这些原则中最著名的法则之一, 因为正如其前提所说,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无需进一步解释, 这条法律强调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后果。 我已经知道我当前处境的后果, 因为我体验到了它们, 因为我感知到了它们, 因为我看到了它们。 至于原因, 我也明白它们是各种不同的, 复杂的和相互关联的, 而且我明白, 要再次理解它们, 我必须从对对象的认识开始,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接近它和理解它, 使对象成为我即主体的一部分。 因此,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我的后果的原因? 或者换一种说法, 什么是造成一切的原始原、因? 而我问自己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感觉到答案会给我许多线索, 让我打算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只有四种类型的原因, 所有其他的原因要么是这些, 要么是从这些衍生出来的。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 对圣托马斯·阿奎纳来说, 形而上学, 让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智慧, 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因此是关于存在的第一原因和原则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声称有四个原因, 形式、物质、效率和最终。 让我们看看, 我作为一个人, 我的物质原因是我所构成的物理物质, 即我的物质。 我的有效原因, 存在于那个使存在或运动成为可能的人。 如果没有我的父母, 我作为一个人就不会存在。 我的最终原因, 这是我存在或我存在的目标, 并完全决定了我的存在。 但我们只关注最终原因, 这似乎是最有趣的。 亚里士多德说, 因果链不能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疯狂地说, 这个的原因是那个, 那个的原因是另一个,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 必须有一个所有其他原因的低音。 好, 吧, 我们接受必须有一个低音, 以避免无限重复。 如果我们问自己是谁创造了这个低音, 音, 我们就会明白, 低音是, 而且是, 首先因为它不是其存在的原因, 其次, 低音不能被创造, 因为作为低音, 它必须是, 而且是在纯粹的行为中。 因为如果它在效力中或有效力, 它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行为, 因为它在效力中而不在行为中, 也就是说, 低音是关于, 不能由另音本身引起的东西, 因为它是所有的东西, 在它的存在中是完美的, 因为它是所有原因的原因。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 它是一个不动的移动者, 作为万物之音的不动的马达, 不可能是有效的, 物质的, 甚至是形式的原因, 因为它们都包含在存在的事物中。 它是不动的, 不是因为它不能行动, 而是因为它没有能力, 接受其存在的任何变化。 因此, 第一个不动的马达可以被定义, 正如帕斯卡尔所说, 智者和哲学家的上帝。 这个上帝, 其实只是亚里士多德, 为解释宇宙而提出的一个, 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 因此, 正如我是第一原因的最终原因一样, 我又是我的行为的第一原因, 因此, 就我现在的情况而言, 我是我的行为的后果的第一原因。 同样, 我也是未来因我的行为而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的第一原因。 这意味着, 只要我控制了我的现在, 只要我控制了我的现在, 我也就控制了我的未来, 这个未来已经包含了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下一个法律, 产生的规律, 生成法指的是, 生成无处不在, 生成表现在所有平面上。 宇宙中的一切都被创造, 宇宙也在不断地创造, 就像一个婴儿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和产生的一样, 我们也产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不断地产生邪恶, 不和谐, 批评, 极度等, 我就会不断地产生负, 面临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相信我的一切都会出错。 如果相反, 是尚和善志配着我, 事情就会对我有不同的发展。 为了接受, 重要的是, 不要忘记, 你收到的东西总是你付出的大小。 因此, 如果我们童话在宇宙中有两极是必要的, 因为生成原理告诉我们, 当这两极结合在一起时, 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 既然生成原理只关注创造过程, 那就让我们始终寻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坏事的好的一面和好处。 就在这时, 停顿了一下, 我意识到, 如果仅仅是对这些法则的了解, 就改变了我, 因为我隐意, 实当,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开始听这个故事的人了, 如果我运用生命的法则, 我的生命会有实和潜力。 生命的法则给了我独立, 使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生活, 法则给了我实现繁荣和地位的力量, 而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和机会, 不需要踩着人头升到高位。 生命的法则给了我力量来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生命的法则给了我原创性的礼物, 因为正如我是独特的, 不可复制的, 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如此, 我有能力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发现新的更好的方法。 生命的法则赋予我对过去和未来的权利, 使我成为现在的主人, 真理使我自由。 如需了解更多的激励视频, 深刻反思和哲学, 请访问我的频道, 在那里你还可以找到关于力, 是艺术和神话的广泛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